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 凌晨正式宣布启动占中 有市民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 有集会人士打算由农汇道 运送音响器材到集会场地 警方就说 器材涉及非法集会之用阻止进入 之后将器材搬上警车 在场交涉的部分泛民议员 也都被带上警车 方人 归华物资 归华物资 一批示威者坐在农汇道马路 挡在一架警车前面 警员在警车旁边戒备 警方将音响器材陆续送上警车 有示威者被警察抬起 警察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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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大约11点 有集会人士打算搬一批音响器材 进入集会的范围 警方阻止 以下这些东西 我们相信会用非法集会之用阻止 这些东西我相信 我们已经宣布了一个非法集会的会场 并作协作非法集会之用 我现在警告你 我们的同事就已经抽下了你的指示威 而你在此时的时间 有可能会被推好和检控 学联通知示威者和立法会议员到场声援 立法会议员刘慧卿 张超雄和何俊仁等泛民人士 到场表示可以由他们将物资运送进去 之后部分人被带上警方的车 据李卓人所说 他们被拘捕 带去黄竹坑警察学校 无线电视记者刘智恩报道 吴景俊一直在龙汇道 现场情况是怎样 刚才为了阴响而对视的地方 就是龙汇道和龙汇道交界的这里 大概有100个示威者和警方对视 在对视的期间 警方调动了大批机动部队警员来到现场 当时就以为会采取一些行动 在对视的过程里面 示威者突然就说按大会的呼吁离离开了现场 他们的说法就是宁愿放弃物资 也要保留他们的实力 保留他们的体力 所以他们就回到他们示威的地方里面 可以见到警方仍然在报防 警员的数目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分钟 是有增无减的 会不会有下一波的行动 我们仍然要跟进 加回新闻报 而另一个记者谭美琪在政府总部外 是不是还有人在聚集呢 因为这样才是最大消耗到他们的警力 同时在你被抬离的时候 请大叫你自己的意思 由于在大概大半个小时前 大会宣布警方在天美道 近海库中心那边在进行报防 所以见到现在示威者都提高了戒备 大部分人都着上了鱼褂 戴起了眼罩 有些人响应大会的说法 就把缩骨脊反起了 因为大会说这样做 可以更好阻挡一旦警方 是私服胡椒喷嚕的 其实见到在政府总部外面 现在其实仍然是有一些 配备了防武装备的警察 在这里戒备着 但暂时未知他们几时会进行清场 我们会继续留意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回新闻 我们要走到最后一刻 好 贺联华和占中运动合作 是双方的共识 不认为行动被骑劫 在宣布占中启动之后 早上有部份集会人士离开 留下的人聚集在 政府总部外的天美道和农获道 部份人躺在马路休息和吃早餐 穿着防暴装的警员在场戒备 有示威者对突然宣布 占中感到意外 都有的 因为始终不同了 但我觉得如果来到 不论他的名义上是什么都好 但我们的心是想要去做一个声援 那就可以留下了 支持学联罢货的人 未必支持占中 但可能利用这个机会 令他们不明白了公民抗命的重要性 学联在近朝10点一度宣布 警方可能清场 集会人士穿上雨衣 戴上口罩 眼罩等戒备 又将水马搬到警方的铁马前面 示威者又在铁马上 摆放了一些遮和毛巾 以防一旦警方施放胡椒噴霧 他们可以用来遮住口鼻 天主教教区荣邮主教陈日君书记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 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亦有参加集会 他们不认同占中运动 是骑劫学生示威 我明白有些人会这样看 我是理解的 不过大家都用心争取民主 大家都要付出的了 占中发起人同学联发表联合声明 希望可以到正种东翼广场集会 但去到这一刻 根本就没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除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是一个运动的主导者之外 所以现在不是要问 这个是这一场运动的主导者 抗命不赢命 抗命不赢命 重端公民果场 重端公民果场 自主港人未来 自主港人未来 博联说要等所有被捕人事获释 行政长官梁振英愿意会面 和警方道歉等才会考虑撤退 无线电视记者谭美琪报道 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 是在凌晨在天美道集会现场 正式宣布启动占领中环 并提出两个诉求 包括人大常委会撤回政改决定 和重新启动政改 大家准备了去喝了 现在立即开始了 喝杯 占领中环三个发起人 在凌晨一点半过后 在天美道集会台上 正式宣布启动占领 占领中环正式启动 占领中环正式启动 占领会议占领政总开始 占领中环正式启动 占领中环正式启动 就是要人大常委撤回不民主、不公義的落集決定 第二個訴求是重啟政改 我們要求特首梁振英 必須重新交出一個能夠反映到 香港市民真實意願的政改報告 若果他不能夠做到佔領中華的行動將會適合 另一個佔中華起人陳建文重新 參與者不能夠反抗警方拘捕 我們要打贏這場戰爭不是靠拳頭 是靠我們香港人的良知 是靠我們香港人的道德情操 所以我懇請大家要持守這個和平的原則 公民救命 公民救命 星期六曾經說過 不會提早佔中的戴瑤婷時候解釋 選這個時候啟動佔中的原因 你看到在旺昏之後 一路下來市民 你看到現在是一點多 接近兩點鐘凌晨 你看到這裡比旺角更旺角 我想你知道為何我們會做這樣的決定 戴耀廷就說要先鞏固好天美道的防守 至於下一步的行動 雖然已經有初步構思 但行動細節仍然要跟學生相討 有詳情會盡快公佈 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 總統 總統 感谢观看